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下饭的土豆烧豆角 做法超级的简单 而且又非常的下饭 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好吃又美味的家常做法 分享给大家 下面个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把切起干净的豆角我们给它切成段 切好豆角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个屈原皮的土豆 把土豆我们的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再切成细细的厚条 切好以后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些去皮的辣蒜 把它们切成蒜末 切好以后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些小葱 把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葱花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碗中加入三勺的生抽酱油 半勺的老葱 一勺的淀粉 一勺的蚝油 少许的鸡精 一大勺的清水 然后用勺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锅里面加入油 油热以后下入我们切好的土豆条 把土豆条我们先给它煎至两面金黄 土豆煎至两面金黄以后给它捞出来 然后我们再下入豆角 把豆角呢 给它煎炒至断生即可 豆角煎炒至断生以后 给它捞出来防到一旁暂时备用 然后锅里呢 下入我们切好的葱花和蒜末 把葱花和蒜末给它炒香 炒香以后再下入我们的豆角和土豆 快速的给它们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最后再加入我们的料汁 然后把豆角和土豆 还有料汁 把它们熏匀的翻炒在一起 让料汁全部汽入到豆角和土豆里面 豆角和土豆 在锅中给它翻炒五到六分钟以后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咱们好吃就没有的土豆烧豆角 就碰热完成了 土豆和豆角这样做呢 超级的下饭又好吃 做法也非常简单 今天呢 土豆烧豆角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呢 就收藏起来 有时间大家做多事吧 在这里麻烦用您发财销售帮忙点的转发 让更多人能看见这个方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